好了,回到這裡 希望大家都是幫幫忙 點贊、訂閱和分享 那麼... 現在當然香港的情況就是 逆後經濟復甦,不似預期 這個預期,其實我早就預期了 有些人最初的預期就太樂觀了 其實就... 即是認為,回到會很快,正常回到會很快 其實... 沒那麼快的 那麼... 陳茂波他怎麼說呢? 這個財政司司長,他就說 要吸引遊客來香港 那麼,就要短期內將香港的夜市搞活、搞黃 其實夜市是什麼人去的呢? 這個我也要講一下 大家要先對夜市有一個概念 如果你是... 即是經常在OT的 要工作到10點、11點的 你的夜市跟你有沒有關係呢? 我又告訴你,是沒有關係的 即是... 我自己有些朋友 晚上在辦公室就做到10點、11點才回家 那他還去什麼夜市呢? 他只是去刀兩串魚蛋 即是... 這個夜市要搞得起 你要社會都有一班人 就算是有穩定的收入 尤其是社會中下層的人 要有穩定的收入 晚上的時候就要一些娛樂 即是要一些廉價一點的娛樂 那什麼是廉價一點的娛樂呢? 那... 其實... 你只要去台灣地區 看看別人的夜市就會知道了 去吃一下東西、玩一下東西 去吃一下垃圾食物 某程度上那些是垃圾食物 就是我的看法 那... 還有就是過一下忍 開開心心地 有些遊戲攤檔那些玩一下 那好了 那現在的政策就是你輸入外勞 那輸入外勞的話 那些人... 去什麼夜市呢? 自己的工作也保不住 現在是個個都帶頭來押嫁 之前請地盤工 又說要適兩文三語 你老尾 你看看現在的環境在發生什麼事 就是你最初的政策的時候 你沒有想過後果的嗎? 就是你完全沒有想過背後的政策邏輯是什麼 老實說 你現在只有一件事就好像交功課一樣 要搞旺市,你能不能搞得到嗎? 老實說 我認為是很難的 基本上可以說是不可能的任務 為什麼呢? 老實說 賤格的事情就是... 我告訴大家 現在釣雞工人 其實市面上開釣雞 最少是一千元一天 日生是 現在是七百元至九百元 招聘出價 還要十年經驗 中英文書寫閱讀理解能力 你老實說如果有的話 他會不會去做釣雞師傅呢? 蛤? 你自己想想一下 有些事情 一看都知道 你這班人 一開始把政策傾向商界 就知道死定了 你沒想過 有什麼人來消費 他說要外來人來消費 另外有些政策是嚇得外國人不敢來香港的 現實是 有些西人跟我說香港很危險 我說是嗎? 他說是呀 你看看整天 是被抓人去問的 你會不會抓你呢? 其實... 你想一下 你這個形象已經出了問題 你明白嗎? 他說是西梅暢詩 我們這個形象沒有問題 不是你在... 什麼日報那裡 找幾個人在寫一下 你沒有問題就是沒有問題的 不是在Facebook那裡寫我很好 就是我很好 不是這樣的樣子 好了 我看到這些事情真的很好笑 就是這個前財政司司長曾俊華 昨天就在Facebook那裡說 他說支持 但是要天時地利人和的配合 希望政府有空間給市民發揮創意 這樣才會有生命力 會有人氣 我一看到這裡我就想起一件事 就是2016年的時候 那些人在朗豪方外面那裡 賣魚蛋 賣魚蛋 其實還有賣其他零食 之後就變成了暴動 你留空間給市民發揮創意 什麼東西是創意的 老實說 你是否完全不理會 衛生環境 完全不想在哪裡搞 有些地攤 四處都是 這樣才會有生命力 這樣才會有人氣 這樣有人氣沒有L用的 會死掉的 輝日人類命運共同體就問 搞夜市搞到全港妙街化 企家一街都是這樣 為之叫做經濟好嗎 就是了 你也要想一下 你這個夜市是做什麼才行 其實你不同地方有不同的格調 就是你講真的 夜市其實在香港 其實不同的地區都有不同的東西 廟街 比較低端一些 就是街邊檔 賣一下那些I love Hong Kong的T恤 這個是遊客去買的東西 現在的問題就是你都沒有遊客 那他那裡當然不行了 這是惡性循環 但是這樣 好了 還有一件事就是交通問題 其實有些網友跟我投訴過很多次 就是說現在晚上的的士司機全部是蓋旗的 根本是接不到車的 現在的的士司機是 即是那些的士司機拒載的問題 接著又是郭勝循環是怎樣的 因為你拒載就讓白牌車有生計 即是有辦法生存 你就令到Uber的白牌車有辦法生存 好了 其實這些的士行業 這些人有 有份搞的問題出來的 黑的 拒載 兜路 屈錢 其實你自己有份搞出來的 好了 別人整個白牌車就是 你不肯提供服務嘛 那就是白牌車Uber的提供服務 就沒有了 好了 別人白牌車做得成功 你又說要禁人家 好了 如果政府不出手去禁白牌車 又說要罷洗 其實夜間的交通現在很有問題的就是 地鐵班次很疏 地鐵現在晚上 根據網友的報料拍照的就是 喂 很長時間才一班車的 有很多人寧願不出街了 华店 就是 喂 這麼疏的一班車費 廢話事出 喏 那麼 Manlock就說 如果夜市真的搞得起 那些商場 舖和酒樓就死了 舖租誰負責給 就是這樣 所以我就說 現在九不踏八 就是 Lion King 88說得對的 是九不踏八的 現在好像外星來那樣 現在是有不妥的 但是你怎麼處理 喂 這個曾俊懷就說 香港以前是不夜城 大家都習慣去夜街的 他和太太都會走夜街拍拖 有時候會走去油麻地廟街 冬天就吃個熱辣辣香品品的辣味煲仔飯 或者去那些有鑊氣的小炒 其實現在 香港的情況就是 那些出名的網紅店鋪 其實還是有人去的 但是那些網紅店鋪 能否帶動到周邊的地方的經濟呢? 其實它暫時是不能帶動的 其實就是 因為有些網友在廟街拍到的甜品店 也有很多人去排隊 他給了我看 但是其他人根本就不夠人 喏 曾俊懷就說去吃些有鑊氣的小炒 我不知道他什麼時候去廟街 其實就是 就是幾多年沒有去廟街 哈哈哈 就是 廟街呢 你說有沒有辣味煲仔飯那些也有的 那你說很有鑊氣的小炒呢 其實我之前有一段很長的時間 就是住在廟街附近的 沒有很好有鑊氣的小炒的 哈哈哈 那他就說有時候就會去女人街附近 走一下買日用品 那樣 就是這些不是不能做的 就是這些 有些事情改變了 就是他所說的有些事情改變了 就是那些 辣味煲仔飯 鑊氣小炒變成兩頌飯 那兩頌飯可不可以在街上聚到很多人是聚不到的 因為兩頌飯沒有糖吃的 哈哈哈哈 那 接著呢 曾俊華他說 吃飯逛街就去戲院看午夜場 他說記得以前開場前 戲院門口熱鬧到不得了 有很多東西吃賣 熱借啦 燒魷魚 全部非法熟食 小飯 就是魚蛋牛雜 香港幾多年沒有 這些非法流動熟食小飯 其實都很久沒有這些事情了 就是曾俊華他 是不是忽上腦 就是現在好像回光反照一樣 想回80年代的事情 這個曾俊華是 他說 我和太太都好像要割兩吋才進場 曾俊華多少年沒有跟你太太去看電影 你老美 哈哈哈哈 喏 强盛就說 夜市政和紅色小巴沒落都有關係 其實就是 惡性循環 你沒有人去 出街 他就越少 紅人 或者越少港鐵 班次越疏 因為他算了一條數 班次越疏 那些人就越不肯出來 其實 這個惡性循環要先打破了 就是你起碼交通方面的惡性循環 就是你的的士那裡 現在又是惡性循環 的士又是陷入了一個惡性循環的 你的的士行業 自己有沒有出來譴責那些黑敵 的士行業的人 有沒有出來譴責 一些拒載的行家 如果你沒有這樣做到 你只是要求政府打壓白牌車 那是永遠都解決不了問題的 白牌車為什麼會應運而生 就是因為你們的士人 沒有好好依法去做你們的工作 其實為什麼會這樣呢 又是難找食 因為 又是沒有人 如果大家有客人的話 就有頭髮誰想做辣妮呢 其實現在的惡性循環 為什麼會開動了 有人說因為疫情 其實不是單純因為疫情的惡性循環 開動了 就是說你說是疫情 如果是疫情的話 那你現在就沒有了疫情 現在不管了 因為所有事情都不管了 那你應該立即是回復正常的 但是實際上不會是這樣的 為什麼呢? 因為你除了疫情之外 還有其他東西疊在一起 根本就不是 就是 這麼簡單的說是疫情 現在誰敢花錢呢? 現在在香港 我講句實話給大家聽 你誰敢花錢呢? 就算 找六七萬的人都不敢花錢 在香港現在是 你還要他們去夜市? 現在人們在想怎樣保住這份工作 那些人每個人都是 市道不好嘛 每個人都想要保住這份工作 壓縮在香港的消費多少 這個其實我一早就說了 一通關 一有通關消息 馬上壓縮在香港的消費 本來是吃四十塊晚餐的 然後壓到二十五塊 有些人是 二十五塊也有晚餐了嗎? 是的,香港是有的 十八塊也有在荃灣 買個飯盒吃 我也跟大家說 你可能覺得 我不是在香港住 我只是在這裡搞話 但是實際上 有一個東西叫旁觀者清 你們自己都不知道 香港人在搞什麼 我為什麼會知道呢? 因為有些朋友在香港走過來 說說香港的情況 他們不是長住香港很多 有些長住 長住的人都覺得有問題 長住的人都不敢花錢的 你說派消費券有沒有用? 派得多少? 你根本就 沒有辦法改變別人的大方向 現在就是緊張自己的工作 擔心之後的收入 整整套東西都給不到信心給別人 是給不到信心給別人的 喏 那麼 Jojo Lee 就說 我以前在香港去夜市 應該是 連夜飯的時候 平時哪有時間 其實夜市 廟街那些 一直都是要靠外國遊客的 你根本沒什麼本地人的 其實很少本地人 廟街是 天下第一天就說 現在戲院不可以帶外面食物看電影 只可以吃他賣的炮谷汽水 蘇貞還沒睡醒 是啊 他很久沒看過電影 他根本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其實就 KKX就說 廟街鑊氣小鈔進了店鋪 進了店鋪就沒有鑊氣 其實很多情況都是這樣 真的不是開玩笑 因為進了店鋪就不會用火水爐 火水爐不知為什麼是比較好吃的 炒一些東西 喏 就是 壞石壞石壞石壞樣 他就說 他這個流動小販牌照 已經全部被政府收回了 還想有燒魷魚 老美檔放在這裡 是不是傻的 隨時被食環拉兼罰錢 就是了 那麼荷里翁就說 的士經常湯遊客 經常都有 那麼 香港藝民就說 曾山行夜市應該是70年代 他現在還沒睡醒的 他現在是還沒睡醒的 他蓋炭一件事 就是一場疫情加上串流平台 迅速發展 那就改變香港人夜蒲的習慣 很多人都習慣了早回家 街上很多食肆店鋪 晚上十點就關門 喏 其實 疫情是不是有些影響 是有些影響的 疫情是有的 你說完全沒有影響 就不是假的 這個一定有影響 但是 你說是不是也有些人是喜歡出街的 那我就跟大家說 其實有很多人都是晚上想出街的 但是現在 根本有幾個問題 交通 剛才我講過的 另外就是治安 其實那些人 晚上不敢出街 還有一個問題就是看到那些毒品快餐車 太多了 其實現在出街的人都以為你是 幫襯毒品快餐車 這些是治安問題來的 這些不是國安問題 就是你跟我說這些是國安 有些人說這些販毒那些是國安問題 如果是的話 就應該集中處理這些問題 但是 現在國安公署主要就是 就是處理那八大購 主力是這樣的 你看到 那八大購 每一次高調處理都會倒個光環給他 那你說現在正在做什麼? 我是不知道 好了 那麼 他就說現在習慣了早回家 很多食肆店舖 晚上十點就關門 這個是真的 這個是 其實是有問題的 以前的食肆是不會十點就關門 為什麼? 因為他有生意 其實就是 現在晚上十點就關門 因為他沒有生意 但是飲食業的人就倒轉來說 尤其是二十元張那些 他就說我們請不到員工 所以我們要關門 你當然是沒有客人才請不到員工 你才不去請員工 還有一件事就是 現實就是 我 一定要說 我以前回香港 2020年之前 就整天去吃那些 晚上的那些火鍋 是可以坐一整晚 喝喝喝吃的那些 整班朋友在那裡吹嘴 現在的那些沒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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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那些 就是 那些喝喝喝吃的 晚上吃火鍋的那些沒有了 其實你說 是請不到人還是沒有客人 我可以切7分肯定地告訴你 因為沒有客人 就不是因為 請不到人 而香港那些立法會議員 就在立法會那裡說 就不斷在說請不到人 就不斷在那裡 在Line King 88之後 信心真的沒有了 喂 很老實說 看到立法會 九成的議員支持輸入外勞 還要擴大了外勞輸入的範圍 包括民員那些 誰不擔心自己的工作 沒有啊 很多人都不擔心 是你在社會底層的人才害怕的 夜市其實基本上就是靠社會 中下層的人去玩的 這些事情就是 如果你說要搞一個夜市 你這樣怎麼搞得起呢 如果真的想要搞夜市 你其他政策就要配合 你說那些外勞都會去夜市 外勞當然不會 外勞是壓縮收入住宿社的嘛 怎麼會去夜市呢 所以有些事情 你根本都沒有想過 整個政策應該是怎麼行的 每樣事情都是 好像有問題 我每天解決一個問題 全部都是一些 Peace mill solution 我也不知道中文怎麼說 總之就是 強行 砌一件事出來 好像解決了現在 眼前面對的問題就算了 背後其實有些事情 其實你要有政策 你要有一套政策 有一個連貫的政策邏輯的 你有連貫的政策邏輯嗎 就是接著 每個人都是想一些糞便出來 就是增加那些政策的掌聲 哦,我要雪精雪卵 你未出生是一條精蟲 另一半是卵 誰知道你不聰明 反而做了一顆猛卵 就是現在 竟然施政報告就有人出來說 又說要雪精雪卵幫人生小孩 你瘋了嗎? 工作也不穩定的 怎麼生小孩呢? 你雪卵可以工作也不穩定去 都很糟糕的 周少爺提醒了這個叫做碎片化 但其實嚴格來說又不是碎片化 就是 社會是不是碎片化? 我告訴你不是碎片化 或者他的政策是不是碎片化? 他又不是碎片化的 他總之就是看到有一樣問題 他就想一個方案 但是他沒有其他配套去幫忙的 夜市 哦,交通 治安那些你不用想的 啊? 好了 楊小寶就說 現在食肆經常要90分鐘限時 整班朋友見面吹下水 90分鐘變舊 所以不會光顧有限時食肆 那麼 Happy Wonder就說外勞 星期日就是大集會 自己剪頭髮、唱歌、跳舞、吃自己local的東西 根本沒有錢 你請外勞、外傭那些 你根本沒有錢留在社會那裡的 其實是 那麼修平衣就說 那些人寧願北上消費 又便宜又正、黃岡 都全日通關 平民消費得起 是啊 那麼 有些人說是不是這樣就不搞啊? 隨便就算了 不是的 我的意思不是這樣做 你要搞旺 其實有件事是第一件事 你搞旺就不行了 你要有辦法的 其實有些事自然會旺的 其實銅鑼灣的居酒屋是用來做什麼 那些人我都說過了 用來談生意吹水 想想辦法吸引一下外國的人來香港投資 就是減慢的人走錢出去的速度 其實已經有幫助了 其實是 這些實際有幫助的東西 有沒有政策 其實是沒有政策的 好像那些人有信心 就立刻又弄一宗消息 就是幫羅冠聰套光環 就是許智峰又上澳洲電視 任建峰又上澳洲電視 就是西梅抹黑我們而已 你老尾 人家為什麼可以抹黑你呢? 為什麼人家可以抹黑你呢? 其實說真的 你說那些人應該是否應該拘捕 那八個人都應該拘捕 就是我認為 但是要不要這麼高調呢? 老實說 那八大扣要像美國人那樣 抓恐怖分子 抓五十二隻啤牌 別人是美國人搞反恐 他們自己的軍火箱多賺多少錢呢? 他們自己都是以賺錢為目標而已 說真的 你說我這麼無良 賺錢為目標 那麼其實 這個世界當然是為了利益 很多東西都 那就是為了國家安全的嘛 國家安全很重要 那八個人 根本就是九說四 那八個人有什麼可能撼動到國家安全呢? 根本就是... 這些東西根本就是多餘的 老實說 好了 那... Elsa Luke 就說 就是... 政府解決問題 那麼像西伊的頭頭腦腦腦腦腦腦 那麼... 整體來說 你不可以這麼做 政策的話 你一定要有一個連貫的邏輯 那個政策 你不可以這些政策是左手打右手的 這樣是不行的嘛 是不是? 就是... Vitter UMM 就說斬檢法 又不是真的好像斬檢法 所以我就想不到那個中文 其實到現在都 就是 piecemeal solution 總之就是... 有些事情 就強硬 就找一個方法處理了 解決現在的問題 就算久了 喏 那麼... 他一開始說要KPI 我已經知道是混蛋了 就是... KPI 其實可以搞死很多... 公司 其實實際上是 因為每個人都交功課 哈哈哈哈 死了這次 大麻煩 哈哈哈哈 真是大麻煩到不得了 啊 那周蕭就說 七八十年代的Club成行城市 引到很多外國遊客 不如支持再開 其實現在的酒吧的生意都差了 為什麼呢? 那些人拿東西 那些人拿東西 在正經開的酒吧來說 是致命商來的 你知道嗎? 正經的酒吧 正經的Club 就是說 那些Club 當然是有丸子的那些 其實做正經的Club 是不想那些人在裡面吃兵頭的 因為那些人吃兵頭 其實是不買酒喝的 有些東西根本... 所以我就說 很多東西是聯在一起的 有些東西根本是一定要蓋的 但是你經常去查牌也沒用的 警察查牌 結果賣酒的生意都做不到 你經常去查牌 所以現在很糟糕 喏 Vitter UMM 就說 那些心亡朋友都去深圳長期 其實現在很多人都是回去內地的 Loris 就說朋友說深圳吃東西便宜 地方又大 做很多東西看 其實之前已經是這樣的 18、19年的時候已經是這樣的 我也跟大家說 叫多點回內地的 有些人不相信我而已 哈哈哈哈 喏 現在是嚴重的 其實現在是很麻煩的 為什麼我說 為什麼是很麻煩的 第一 你的紫水 其實... 你說有沒有影響 紫水其實就影響了少了歐洲人 考慮香港就是一個旅遊點 他一定會... 如果去亞洲的地方會不會去香港 其實是寧願去日本也不會去香港 其實是 你說美國人這樣 他去日本也不會來香港的 我也是 我也是 那麼好了 之前我也講過的 香港旅法局一直都大安止疑 根本就沒有想過準備 日後之後要怎麼做的 其實你聽回我之前的節目 我全部都有說的 因為日本... 疫情期間已經不斷賣日本旅遊的廣告了 在Youtube那裡賣的 在我們這裡就是了 那時候我在節目裡有說 韓國也是這樣 那時候我已經說了 香港旅法局你糟糕啊 別人不斷地做你什麼都不做 你是不是在糟糕啊 Karen Chan 就說 海關一隻這麼厲害 維護國家安全不捉毒品入境洲去捉無謂東西 她說不知道啊 那些書可以使得國家安全受嚴重威脅 是軟對抗 毒品不是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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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KW王就是去泰國玩更好 去泰國玩的那群人跟去香港 和去日本那群人也是不同的 其實香港的情況就是 去日本的人都會考慮你來香港的 就是我的看法就是 去泰國那群人就是東南亞的 你就沒得搶那些客人 你不夠別人搶的 因為那個價位其實是差太遠了 其實是 Candy Law 就說 就好像啟德郵輪 只是為了疏散人群 輪候車龍 要船公司提前公佈拍案時間 這個是對的 但是 派大量免費巴士 另一方面又叫多些的士去把頭 又免費車安排 誰去坐的士 又搞死的士 又是製造另外一個問題 另一個麻軟聲 頭痛醫頭 根本沒有深入考慮全盤會引發的問題 就是這樣 其實很明顯的 那時候我也說過 你用什麼免費巴士呢 你這樣做不是不行 你這樣做是可以的 還有 還有 有一件事是更加需要的 就是你要在的士站頭 有個人要報上的士台那裡 究竟有沒有人排隊 其實這是很重要的 就是說真的有些東西根本都不需要 說 專門給50塊的石油器錢 那些的士司機進去 其實你有個人可以看到那裡 其實 你給一個CCTV camera feed的士台 其實已經可以解決了一個問題 為什麼覺得香港也沒什麼運行 就是這些 陳茂波說要搞夜市 曾俊華出來撐 根本就是 曾俊華很明顯的 我不覺得這個人是傻的 他就很明顯知道這件事 一定是搞得一劈屎的 他才會跑出來支持的 那麼陳茂波當然有寫網誌 那麼他就說 下半年旅遊業復甦有加快趨勢 那麼這個是會的 這個是會的 那麼內地東南亞市場恢復較快 那麼他就說 內地旅客消費習慣已經改變了 由購物為主 改為參與文化藝術指南活動 欣賞大型演唱會等等 其實 現在香港應該要搞多一些演唱會的 就是你搞多一些演唱會 就有人買機票回去聽的了 其實我看到有些網友都是這樣 就是坐飛機回去聽 就是溫娜演唱會 那麼你起碼也要先做旺了這個市場吧 是不是? 有些事情你也要做旺了 你不要找MIRROR那些 MIRROR那些沒有海外粉絲 現在最重要的是那些 什麼四大天王 陳奕迅、容祖怡那些開演唱會 鄭秀文那些開演唱會 那麼 其實就帶動到市場了 哈哈哈哈 喏 那麼 Hi Poon 他改了名字了 他就說 香港安排真的很差 真的沒有運行 曾春華支持搞什麼事 就是靠害我 我認為這傢伙他碰什麼衰什麼的 這傢伙牆 哈哈哈哈 就是胡蘇貞 你說是不是不懂經濟 那麼他又不是不懂 不過他正在發夢 他說這件事情的時候 他是正在發夢的 喏 那麼 呃 陳茂波就說 要捉緊機會推進旅遊業潮多元高增值可持續方向發展 你夜市那些其實吸收到什麼人呢? 其實廉家團的那些人就會去夜市的 但是你之前又動手打殘別人的廉家團 其實廉家團那些人是會去夜市的 他起碼都帶旺了那個場地 你不要說他用不需要錢 你起碼都要旺定 人就是這麼衰革的 人就是這樣的 看到那裡的小人 他就不去那些地方 其實是 就像餐廳一樣 你去到一個陌生的城市 你去哪間餐廳呢? 人的 就是 Street Smart 的智慧就是 街頭智慧 就是 一定是去排隊那些店舖的 你那些沒有生意的店舖就沒有人去的 結果是 所以你就說 你現在根本要搞到他黃丁先的 一早就應該是 但是 別人一搞黃丁 接著就投訴到 就是議員有份搞的 當區居民加議員 就投訴到別人做都沒得做 不行啊 太大社會問題啊 太阻礙了 好啊 你不阻礙了 就連茶樓都倒閉了 你自己想想要怎麼做 Terry Chan 就說 搞一個李文紀念爾唱會 請歌星唱他的歌 應該是 Pilotease 就說 請張學友在香港搞了幾次 那一定有不少人來香港 就是了 黎明也是 我四大天王 一定會有多人回香港看的 Vincent Lam 就說 以前香港 每個人都有公開 去夜市消息的一種樂趣 跟現在的心情絕對很不同 其實現在大家都擔心 你看到環境不妥 你不斷在媒體那裡唱好 然後又找一些統計出來 什麼事都沒有 那些人當然不相信你 跟現實相差太遠了 你會有感覺的 在社會那裡生活 大佬 對嗎? 香港的文章說 澳門馬馬爾爾唱會 就是了 在香港也是要這樣搞才行的 不是沒得做的 其實很老實說 那些長租的 其實有些 長租的是不是收順一點 在香港那些 是不是? 香港政府的場地 是不是帶頭應該 做些事情去幫忙 去捉一下那個消費呢? 好了 那麼三文治就說 物流24小時沒有了 還有夜市嗎? 我不知道 清草就說 成勝華仔都 就是 勁爆牆 一定會爆的 一定會爆的 那麼 他發自在就說 窮由口渴都買一杯飲料 是啊 所以你一開始就說 要高增值 你現在還沒回到黃丁 你就說要高增值 其實這個根本就是瘋狂的 我不是為了那些 做低價團的人發聲 不是 低價團有它的存在價值 為什麼? 因為 低價團 就是對於國內那些 三四五六七八九線的人 是有吸引力的 你如果要高增值 那是要一線二線成線的人來香港 但是 一線二線的人很少來香港 現在 他們 很簡單而已 他們很簡單 現在開放了那些海外遊 去日本也好過 說真的 有些人是這樣看 去日本和韓國也好過 香港人也是一樣 所以你要想的就是 因為現在 香港人和 內地人都是 不太喜歡在香港消費 那你就要想一下其他市場有沒有可能 對不對? 好了,那就算了 那就算了 是很嚴重的 Happy Wonder 又說出他的心聲 就是說 香港真的沒有運行 有一群爛型政棍 以及有一群交功課的 政府官員 以及新加坡政府 真的是差天共地 怎麼跟別人鬥啊?大哥 本身外圍的環境已經不遷就了 然後你個個都是交功課 只是純粹交功課就算了 不理會了 那其實就死定了 那罐頭就說 樓下的7-11都9點就收貨了 哇,這麼混蛋? 那就大禍了 那 Pat Chan Wong 說 一線二線的人出外旅行 怎麼會來香港? 就是了 所以 現在社會變了 你還要尋求高增值多元化 你搞演唱會那些人就會來香港的 其實一線二線的那些 所以你一定要有其他活動 現實就是 好了,那算了 我講到這裡 最後就讀了Levioli 的留言 他就說現在 份工較穩陣的公務員 都不敢亂消費 隨時被人投訴 又說簡化炒公務員程序 又說KPI 根本沒有人對香港有信心 不是啦 其實很簡單 那些政棍就沒有KPI 任他們什麼差亂七的說 一說起來就生氣了 對不起 我剛才說了亂七的說 我說低了音 好了,算了 明天再見 就這樣,拜拜 拜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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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